其实我对奢侈品是完全不了解的 在认识他们之前我是完全不了解 因为我是完全第一不是C端 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奢侈品 花好几万买个包 好几万买个表 有什么用呢 给别人看好理解不了 然后后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 就是在他的那个店里边 大概有两妈袋子的奢侈品 然后那个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奢侈品哪来的 他说在三四线城市 每天就会有大量的他的客户 没有这个交易的渠道的 这样的给他发来这样的货 然后直接让他定价来交易 这是最原始的二手奢侈品的 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形态 当年的话大概中国在全球的 这个奢侈品的消费量在500亿 然后你知道到去年 第三方报告的这个市场是多少吗 5000亿 中国人在全球的奢侈品的购买量 占到全球的40% 也就是说5000亿是什么概念呢 在二手市场里边 我们假设二手市场的这个流通的定价在两折 有5000亿的话大概就1000亿 1000亿的话呢 二手是有周转率的 它跟一手不一样 一手是一个消费市场 二手是一个交易市场 那周转率的话 如果说是这个一个月一周转的话 就可以变成一个一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奢侈品它是一个非常透明定价市场 只要你有数据库 九九新的这个市场行价是多少 随时都能报价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它有非常强的金融交易的属性 然后我们觉得 这么大的市场 又有这么强的金融交易属性 那它的商业模式不仅是说 我卖这个消费品赚消费的利差 而更多的是说 我这个产品怎么进行周转来去赚 整个生态的流转费 它没有办法进行线上交易 所以我们看到线上的平台 其实层数不穷 这门店出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没有抓到这个商业的本质 一般人觉得 我可以在线上买设计更方便 但没有一个人买设计品 他会在线上去购买 他一定要去看 他要体验这个购物的尊贵性 要体验这个圈子的文化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做线下 那做线下 我们怎么做平台呢 做平台是我要给这个行业里面的 各个角色 尤其是非常大量的角色 比如说买手 就是一个很大的角色 去做支持 比如说他 会面临哪些的困难 他可能面临进货的时候 没货这样的一个困难 也可能会面临着 出货的时候 囤货 就是这个货出不去 库存留存的问题 就对一个买手店来说 都是大量的 这种效率的浪费 所以在这个行业的环节里面 是有很多 大 就是大的角色 和很多小的角色 那你怎么样 用大的 把大的角色捧筹在一起 然后去服务这些小的角色 小的这个买手 卖手 他就是特别擅长运营 他的客户 你去运营 还不让他去运营 他运营不好 他不会赚钱 所以更好的 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 更好的工具 平台 让他们使用起来 然后把整个这个市场 培育起来 把交易量做起来 然后把这个渗透率做高 那这样的话 他平台的价值 就会逐步的提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